特勤队到桃园一处三层楼透天措进行攻坚 顺利破获毒品分装场 并起初近3000包毒咖啡包 及大批毒品原料 果汁粉与封口机等分装工具 同时分批逮捕幕后首脑复姓祖贤 提供场地的秋姓共犯及两名制毒师 其中复姓祖贤还曾受邀参加年初引发争议的 竹联邦名人会旗袍辣妹春酒 全案从2月到4月我们连续发动了三拨的行动 总计查获了4名犯协道案 其中复姓首脑祖贤更在今年的3月间 曾经去参加竹联邦在万豪酒店所居卖的春酒 整个案件我们搜索查扣到了2894包的毒品咖啡包 还有四甲计甲计卡系统相关的毒品以外 两部的分装机以及15包的果汁粉 以及相关的制毒工具 新市局方面调查发现 这个贩毒集团将毒品分装厂设于民宅 贩毒据点遍布北台湾 更用意大利时尚品牌与中国知名饮料外包装 制作毒咖啡包以吸引年轻人使用 整个调查发现了这个犯罪集团是非常的狡猾 他们利用意大利时尚精品Mostrino 以及大陆知名饮品加多宝 作为外包装来进行行销 吸引年轻人使用 建议谋取不法暴力 那本局在此正中的呼吁 这个混合型的毒品咖啡包 它的加成效果是很难预料的 除了会严重危害我们的生理健康外 甚至严重的会导致死亡 警方已即将四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其中复姓祖贤及秋姓共犯被裁定积压禁件 刑事局方面表示 将持续追查毒品原料来源流向与其他共犯 同时提醒民众 对于来路不明的咖啡包或饮料 一定要小心谨慎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饮用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和决定中央